來看一下九之四之二 使用這個介面 介面 介面前面講過 interface 來實作多型 那前面有講過介面跟抽象特別之間的差異 那這邊的話怎麼做 interface i-ary 然後裡面的話有個實作一個方法 那當然特別注意這邊前面不需要加一個upstress 因為那不是抽象方法 但是他就是一個抽象的方法 OK 那這邊的話呢 再來就是我要宣告 三個一樣是這個cycle Retangle 跟tringle 然後後面的話呢 用的關鍵字不一樣 前面是extense 這邊的話要imprimence imprimence imprimence 有沒有那也是實作裡面的方法 方法 好不好 那實際上 大同小異啦 只是說一個是類別 一個不是類別 一個是介面 那這裡的話呢 當然要怎麼做 我們實際上來看一下 這邊有實際上的 sample 因為比較簡單 所以我就直接來講 一樣呢 上面 我們底下 第一個就是i-ary 所以interface 那這邊的話呢 我實作一個方法 那這邊 再來imprimence 裡面 因為我要需要半徑 所以我這邊的話 宣告一個半徑 那這裡的話 各位可以去選擇 要不要用那個private 那private的話呢 你就不能夠被外部直接 外部存取 但是你可以透過內部 直接用參數帶過來 就給我一趟